今年4月初经由景平部落族人通报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台东分署 在台东县海端景平领导受困套索的台湾黑熊 在野湾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团队的细心照料下恢复相当良好 而日前15号上午在景皮、龙泉、大蒲等部落族人的祝福下 由台东分署野放重返山林创下台湾黑熊保育史上首度由部落共同协力野放的记录 铁笼子慢慢打开,上月后的台湾黑熊探出头来,随后慢慢回归山林 而这一只台湾黑熊在今年4月初在台东景平领导受困套索 经由景平部落族人通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东分署 在台湾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团队细心照料下恢复良好 日前15号上午在景平、龙泉、大蒲等部落族人的祝福下 由台东分署野放重返山林 4月初经由景平部落族人通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东分署 与台东县海端乡景平领导受困套索的台湾黑熊 在野湾野生保育协会细心的照料下不远良好 15号上午在景平、龙泉、大蒲等部落族人的祝福下 野放重返山林 这只台湾黑熊是约末三岁的熊姓雅成熊 其优前只虽然有因为部分坏死而局部截肢 但经过照样已经恢复的节食体态 目前体重约55公斤 而野湾团队透过行为观察以及专业评估 确定健康无鱼以及攀爬能力良好才进行野放 夜放后的三小时已经接收到其佩戴的卫星追踪发报器 回传的第一次讯号 让分属同仁、部落族人以及监控团队稍稍松了一口气 而未来将持续透过卫星定位资讯 掌握黑熊的动向以及移动轨迹 这一只黑熊在旧伤照样期间 由景平部落命名为李高万并视为家人 而部落除了为黑熊祈福之外 野放前海三次主动组队 巡查野放地点 并驾设自动相机执行后续的监测工作 创下台湾黑熊保育池上首都由部落共同协力野放的记录 接下来综合报道